我们所谓南传佛教 其实它最根本重要 就是修内观 内观当然包括 子跟观都属于内观 但很明显 它一定是在你的身跟心上 自己的身跟心上去下手 不是对外 所以南传的法 没有西方极乐世界 它不会去思考身心之外的东西 因为那个不是它 用心用力的地方 完全不相应 所以你到南传的国家 你听不到念阿弥陀佛的 听不到那观世音菩萨的 因为它跟他们的知见 完全不相应 但是在大圣国家 它不修内观 但是它会天天时时刻刻阿弥陀佛 看到人不管好人坏人 都阿弥陀佛 不管做事做好做坏 都阿弥陀佛 但是它那句阿弥陀佛 其实是很着想的 是完全着想的 心里面先做一个不好的判断 阿弥陀佛 就用阿弥陀佛来骂你 那看到人阿弥陀佛 其实 就是那个看起来是 好像很不错的一种 一种沟通方式 但是你跟他中间 已经隔了阿弥陀佛 我们跟人跟人之间 已经隔了阿弥陀佛 就看不清楚了 我讲这个绝对不是随便乱讲 很多人来 很礼貌阿弥陀佛 你会觉得 这个可能有休一段时间 而且对净土也很有信心 才会这么用这么 这么如理 这么清静的话来打招呼 那事实上 他刚好善用人性的弱点 我只要这样 阿弥陀佛 你的戒心就不见了 当然我们没有把人看得那么坏 但是你一定要小心 不要被骗 因为阿弥陀佛 跟刚刚你的想法一样 也只是一个假明 也只是一个假明 阿弥陀佛也只是一个假明 不是真明 什么是真明的 明跟实合在一起 这时候真明 明跟实合不在一起 很明显就假明而已 这样可以听懂吗 要明实相符 那个明才有意义 明实不符 那个明没有意义 那个没有意义 所以我们当然要借这个假明 今日实相 假明是实相的一个假明 但是假明如果仅止一假明 那就跟实相无关 实相当然得用假明 来跟我们沟通 但是如果仅止一假明 那你永远碰不到实相 你必须把假明当成 接近实相的方便工具 你是一利用它 就从文字剥着 然后要进去实相剥着一样 你如果文字永远停 只是停留在文字 那就跟实相没有关系 所以这个当然要很小心 到文字会 一旦 小小小小小 一切 就是